不要一刻,這意思是空空的經常聽到 他說阿波老師,他今天要問的問題 他說,他的牛番茄必顧,不知道什麼原因 要問老師說,這要怎麼改善 才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是不是我們先要知道 他病是必在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這通常因為 甘蔓病的病大概就是兩種的原因 比如說缺鈣和缺膨 比如說你如果是在 他像我們在切甘蔓病 我們在那裡切種泡 這樣把它扔下去 這種情形的 這通常是缺鈣 就是說這個 他要缺鈣 他就比較容易發生這種的情形 所以這是第一 還有一種是迫在經過頭 迫在經過頭的這個所在 他有看到這樣 一連一連這種 有一個一座一座這種的情形 這種通常是缺鈣 因為我們好朋友 他是一個比較小的 比如說你為地頭的那個所在 就是缺鈣 缺鈣來改的這個引起 這通常是 比如說鈣以外 其實他的病有很大的一個 鈣 鈣如果是比較厚 他就比較不會比較 這是第一次我們先這樣說 這個大概是我們第一次遇到 就是說你 很直接去跟他的這個回答 但是有時候沒那麼簡單 因為這個鈣 鈣的病 這個治療品症以外 變成像玉爐 玉爐就很會有病 這種就沒辦法 有的人說拍鈣 在我們之前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在說唱 說那時候你們拍一個鈣 就比三顆去 拍鈣 還有一個燈燈 還有這個什麼樣的 有可憐 當然這是公囚 但是這是要形容說 他很會有病 所以他的這個 這個瓶症的這個特性 再來就是說 他這個環境 我們平常就是不能讓水分變化 太過大 因為水分變化太過大的時候 比如說像我們這陣子 這個溫度變化 跟水分的這個變化 太過大 我們現在溫度有30幾度 到晚上他又降下來 降下來差不多比20度左右 這就是 力量的溫度很大 尤其有的人又把補棒放下來 哇這個又很死 補棒沒有放下來也沒問題 你如果是把補棒放下來 他太溫開 現在這個溫度 起來他就很有可能 比較容易發生到 這個列國的這個情形 這在台灣是比較少看 因為我們德手是沒有在放補棒 以為說有這個寒流 在這個補公里 12度以下這中天 我們可能會去把補棒放下來 不然通常是不會 但是我們聽說 我們要注意到 雖然說我們 不去把補棒放下來 但是在這個溫室裡面 他溫度升了太過頭 我們暗時是不是降下來 差不多在16度17度 甚至比較海口的這個地方 有的可能溫度會比較多 他溫度比較多的 你現在知道是一頭出來 在我們這裡 你如果是通風 裡面通風不太好的時候 他很有可能在溫室裡面 他就産成這個列國 這通常是在溫室裡面 很容易 因為這種溫差太過頭 大造成的這個列國 尤其如果是說 有漏水 有漏水 他的表面有稍微溫溫溫溫 他會吃比較多水 現在起來一頭出來 這個水粉走起來很快 那時候有可能便會被灑掉 他也會砍開 這通常是跟一項溫差有關 還有一個是跟我們 一種財壞裡面 水粉的管理很重要 水粉變化 是因為很多人說 我就把淫水下去就拔 很多人都有這種說 沒有淫水都沒有拔 我把淫水下去就拔 為什麼會這樣 不是含水在拔 是因為你把他烤得太乾 所以你水下去他就吃太多水 吃到全家的這個中泊 所以你如果是說在這個途中 你回去去把他 去把他這種 烤得太乾 烤得太乾 或是說在這個溫室裡面 譬如說他濕度都很高 這個溫室裡面的水分 它的這個量增加有可能 就比較容易撥破 在我們稍微在增的時候 渡手是什麼樣的原因最多的就是一種 褐蟾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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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蟾蟾蟾蟾蟾蟾蟾 這個原地太乾 現在吃個水到晚上 馬上早上就撥開了 所以這個水分就是保持一個適當的水分 年老年就比較不容易 產生這個劣勢的這個情形 所以這個水分的這個關在我們 這個別的這個部分 這是最重要的這個工作 那麼還有另外一個就剛才我們說到 這個缺鎚 缺鎚有時候 不是因為做 不是土甲沒有 不是我們沒有 它都不是因為 啊 胃水太多 譬如說我們的漲很冷的 淡手比較多 淡手這個鎚鎚鎚鎚的一個吸收 就比較不容易 好 所以淡手比較多 所以你會發現說有一些這個 這個雞生花 揮出來比較不正常 還是說這種情形 再來是說有效果很汗漲 這種都有可能就淡手太多 淡手如果太多 就會去造型 它那個 啊 皮就比較沒那麼潤 所以呢就很容易呢 刪成這種的這個列國的這個情形 那麼還有一些情形 我們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一個就是 啊 它去把它用這個 吹刀啦 什麼 比如說用這個荷蘆蒙 啊 用料沒有適當 有可能的就出現這種列國的情形 在這裡 所以這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剛才你說就是 在我們很重要 要去做的一個這個工作 就是說啊 控制這個水分 可以適當的這個水分 給它 啊 別想要讓它搭 啊 別就是說 這樣大水大肥 這種的這個情形 保持一個適當的 這個這樣可以讓它淡手淡手 啊 這種是對 所以說就比較不容易 來刪成這個列國 再來就是說這個荷蘆 這 我們很多在種武器 有的都會很快就把這個荷蘆 加掉 這不可以太早把它加掉 這有時候 你太早把它加掉 它的增傷作用不平衡 這也比較容易出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種在稍微 這個荷蘆的時候 有的荷蘆一定要有一個適當的 一個這個 稍微加一下 不然那一頭直接打 打到都要敲開 所以這點 啊 讓我們好朋友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啊 在這個經濟的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保持一個適當的 一種 啊 這個 這個基調 要把它處理好 不可以加了想過頭冷 啊 尤其會比較好 不要太早把它煎掉 啊 這樣起來就比較不容易出現 啊 這個 這個列國的這個經營 像我們好朋友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小小小小的 桌子的桌子 啊 這種的一個 這種比較小小的桌子 就是說 還沒長時間 它就桌子 小小小的這個時候就桌子 啊 這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真有可能 就是含這個水分 水分的這個管理 啊 有很大的 這個這個關系 有這種呢 這個啊 這個 這很重要 這可能在水分管理上 啊 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是進行是不是太過程 你用厚水 啊 這種呢 都比較容易來解散 到這部分的解決問題 在這裡 那麼一定要注意水分 水分的解決管理 這個 這個 淡手要控制 這個好 因為你這個 啊 在個管頂 這種頂點的這個這個情形 啊 這是不是在三頂 這個我在懷疑 這因為在平地 可能要不然 不然就是比較北部的這個地方 哎 你這種 起來的那個 可能是在 啊 目前啦 就是說 這種情形 應該看起來呢 啊 應該是這個水分 水分呢 就是這個 管理出問題 這點 你一定要小心 啊 這大概是 我們看得到的這個情形 當然 除了水分以外 就是剛才說到這個淡手 淡肥不能太高 這是一個 很重要 就是說 不要太窄的 那個淡手 經料太過程 比如說這個硝酸鈣 白肥 硝酸鈣 硝酸鈣 啊 這種白肥呢 它的可能是 暗了太過程 對不對 暗了太過程 啊 它的結尾 它大得太快 它的淡肥 它會稀釋掉 或者大得太快 它就 它就比較容易拚破 所以這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大概是這個情形 在這個 啊 剛才跟好朋友 討論這個問題 你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很多啦 啊 我們聽眾朋友一定要稍微知道一下 這大概呢 啊 在我們 種小番茄 也好 種這個 啊 大番茄 這個頭一部 就是水分管理 就是說要落什麼肥 用什麼油 這都很重要 但是呢 頭一部水 其實呢 更加的重要 這水分的這個部分 你一定要把它控制好水 啊 大概是這種情形 就是說 不要讓它太過頭大 啊 這個大致上 我們看得到 是這種的 這個情形 啊 有時候這個 這個 平靜 平靜的 這個 差異 啊 這個 最大的 這個 這個 大 啦 所以呢 你注意看 反正 啊 這個 啊 這個 這是我們的經驗 啊 這個 平靜 如果如果是地頭的 所在 比較耐熱 這種 就是說 啊 地頭 如果沒有 撲撲 它是比較耐熱 有的平靜 地頭 比較容易耐熱 這種 很厲害 所以 他在大 如果稍微 撐一下 他的 地頭 讓我們撐 稍微撐起來 他就逼給你看 所以 你看這個 這個 平靜 的時候呢 就是說 啊 一定要注意 這個 這個 地頭的 這個 所在 這種 這個 平靜 地頭 不要太耐熱 太耐熱 這種 這通常 啊 這個 烈國 這個 機會 很大 這是一個 平靜 的 這個 特性 啊 這也是 相當的 這個 要緊 啊 這等 讓你 稍 知道 這 其實 呃 他的 這個 甘阿民 會發生 這種 烈國 的 這個 情形 那 有很多 這個 原因 平靜 環境 還有 財不 管理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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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都是 很重要 這個 剛才 他說 你的 各 館長 需要一點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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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沒 必須啦 這個 不知 有 主意 看不 都是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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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什麼 其實 不是 那就是 已經 都 你的 皮 已經 出 問題了 所以就比較容易逼開 所以這在水的部分和肥 尤其這個鈣、麵、蓬 這幾項你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水分的解決管理 可以去評判到 跟你們的水分吸收多少還是不夠 就是說大膽 你如果沒有控制好 它這個鈣就沒辦法吸收 米、蓬 這種就比較不夠 我就比較容易刪行到這個列國的情形 這給你稍微做個參考